你好,我是宇牧 2015,5月8日 你會以為我要說5月8號嗎? 沒有,5月8日 好吧,5月8號 用耳朵看 用耳朵看喔 用耳朵看,是這一篇的標題 用耳朵看會比用眼睛看見的多更多 至於多的是困擾還是幫助呢? 好,眼前一碗打醬麵 不知道是天氣熱還是麵條燙口很燙啊 我吃的特別慢 說出來的時間 我的視線開始猶疑 因為吃的慢 在我身邊有一位老哥 我不認識他 老哥是一個代名詞而已 身邊一個老哥 他看起來年紀比較大 他也吃馬醬麵 他也吃的很慢 但是原因跟我的不一樣 立著小平板 平板電腦 帶著鐵三角 看片子 我沒有很盯著看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看哪一家 什麼 線上的 Streaming 你知道 就是 數位串流那些 嗯 我 我愛看片 我愛看片 那看到人家在看嘛 忍不住 偷虧一下 人家在忙著追什麼 好看的 好戲 當然 這行為 有些失禮 不好意思 不過呢 人呢 不是一直都在做這樣的事情嗎 就是有沒有被人發現而已 偷看一下人家 既然說偷看就是沒有被發現 因為啊 有一道 堅強的道德底線 可以平衡失禮的行為 也就是不要給人家發現就好了 不要給人家發現就OK了 但是給人家發現也就完蛋了 好 他老兄 很專心啊 專注的很 我覺得拿走他的馬醬麵應該都沒事了 怎麼會注意到有人正在偷虧他 他官場的聚集啊 他觀賞的是影集 電視劇 並非啊 時下 熱門熱議之作 不是那種很當紅的 但他恰巧我也看過那一部 那套電視劇 他是一個黑幫題材的 的舊作 不是最新的 這個巧合也算是一種緣分吧 剛好就播放到一個很精彩的情節 裡面有三兄弟 破展事業不擇手段 黑幫題材嗎 破展事業不擇手段 惡名昭彰 那跟人家起了利益衝突 陷入麻煩 人家是誰 人家是一位大人物啊 大哥 前來的這個三兄弟的小酒館 要來談判 對方跑來三兄弟的地盤 一個小酒館 要談判 也因為這三兄弟啊 惡名昭彰的緣故 所以這個大人物只知道這三個人是兄弟 知道這三個人的名字 但是沒有見過本人 於是這個大人物就很角色 一進來開門見餐就說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你們三個垃圾是誰當家做主 說完話就轉過身背對這三兄弟 非常囂張啊 三兄弟一個啊 就動椅子也動肝火 就是說你他媽說誰垃圾 另外一個幫槍接著講 說話客氣一點 還有一個呢 沒有講話 不發抑鬱 這大人物背對著三兄弟 用耳朵看明白了 用耳朵看得很清楚哦 繼續背著他們三個人 然後說話 那個鬼吼鬼叫的是大哥 但只是輩份上如此 接著幫槍的那個是老妖 而不講話那個 我想應該就是你了 談正事吧 都說查顏觀色 有時候啊 用耳朵看也是行得通的 那段戲哦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就記在心裡了 而如今再一次觀賞 雖然是偷窺片段 那也十分完美 蠻有意思的 突然之間啊 襲來小孩傳過來 突然來了 小孩的哭叫聲 岔開了我的思緒 似乎是我 從我背後 背後那一座 傳來的小孩哭叫聲 姑且說他們是3.5 什麼意思呢 三個女孩子的聲音 0.5 是那個小孩 我 不想轉過身去看他們 因為大家都在吃東西嘛 也就是吃東西嘛 小孩哭叫 能會有多嚴重多大的事情呢 但是才說 忍不防又一個一聲灌耳 大叫 就是覺得我吃一碗麻醬麵 是吃了光明磊落的 為什麼一直有事情讓我分心的 要偷窺又偷聽 是很難為情 首先就開始注意一下 偷聽啊 他們在講什麼 就一個聲音 是小孩在哭叫 阿阿這樣哭叫 又一個聲音說 好嗎 好啦 再為了嗎 還有一個聲音說 我小時候應該不會這樣叫吧 最後一個聲音說 不要大叫 愛哭鬼 當然呢 我不是來跟誰談判的 我只是覺得還蠻巧的 所以呢 我在心裡面就幻想 在哭叫的那個是孩子 在餵食的呢 應該是媽媽媽 畫清界線的是大姐 至於最有趣說 人家是愛哭鬼 我覺得是漂亮的二小姐 等說姐妹裡面 那個二小姐都是比較漂亮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用耳朵看 那四個人 大概也許可能應該 就是這樣 我的麻醬麵 也就沒有那麼燙了 三口並做兩口吃 吃飽了起身離開 欸 我忘了什麼事 你覺得我忘了什麼事 面對狀況 好啦 我忘了什麼事 我忘了 我有沒有去經過他們桌子的時候 看一下他們到底誰是誰 其實我回想起來也覺得 就算我看了我也不知道誰是誰 OK 面對狀況 你也曾經用耳朵看過世界嗎 有時候不見得會知道正確答案 有時候也不是為了知道某種答案 但不管怎麼樣 用耳朵看會比眼睛看見的多更多 至於多的是困擾還是幫助 也許不由分說 請問這篇短文的讀者 也歡迎你來我的網站 閱讀這一篇 但是因為用說的會跟用寫的不太一樣 因為用寫的就是不太一樣 那還有其他的短文 也歡迎你來逛逛看看 謝謝